另外這是不是也是因為 跟視社會格局 所以他們沒辦法融入 整個社會的狀況 就這一次比利時的布魯塞爾 恐怖攻擊當中 我們知道說其實 有很多的當時引爆自殺炸彈的人 後來已經自殺身亡了 現在紛紛被起底 才發現到說 其實這些人除了 作為非常的這個險惡之外 其實背景或成長過程來講 真的也幾乎都是被社會遺棄 是不是 應該這樣講 因為在如果你是美國 你要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話 你用你的戰鬥機 飛到拉卡那邊去炸 這個看起來是比較簡單的 但是如果你是身處在歐洲 這樣的一個國家 歐洲的穆斯林又都是幾百萬人 例如說比利時 大概就是60萬到70萬的穆斯林 滿多的 比利時 比利時總人口大概就1100萬人 是 十分之一左右 對 所以1100萬人 可是他們布魯塞爾 比我們台北市還要小 然後這些穆斯林 如果又住在布魯塞爾 比較多集中在那個地方 你就可以理解那個地方的 穆斯林的人數就不少了 像法國就300多萬到400萬 德國是450萬人 所以他的人數都是非常的多 這些人他生活的地方 因為他們移民到這些 不管是英國 法國 德國來 或是比利時的時候 他們通常都是比較貧窮的 所以他們住不了好區 所以他們通常都是住在郊區 那麼住在郊區人越來越多以後 那麼那個地方的白人 就開始慢慢的搬走了 就離開他們 慢慢走 然後那個地方就變成 穆斯林的人數就越來越多 像這次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 這個莫倫貝克區 那麼這些穆斯林 大概就是有80%左右 都集中在這裡 對 那麼北方 這個三個嫌犯 他們所住的地方 是那個在那個 我們叫做那個Shabek 這樣一個地方北邊 也是一個 那他也是穆斯林的區域 那這些穆斯林區域 因為通常他的公共設施很差 教育設備很差 然後這些人從小 那麼好的老師 也不願意到那個地方去 所以那個地方通常都是一個 處於一個非常劣勢的一個地位 什麼要什麼沒什麼 對 處於非常 也被別人看不起 就好像在我們台灣 其實有一些比較落後的地方 純粹的貧民窟之類的 類似這種 然後他的教育環境就比較差 然後他們在那個地方成長的時候 一般來講那麼都很難 接收到好的教育 然後再加上穆斯林 通常是不結育的 所以他們孩子會比較多 孩子比較多 生活環境又比較差 又都活在社會的下階層 然後他們要找工作都很難 他們很難進入到白人區裡面 去找工作 沒辦法跟社會連結 他們所居住的區域的 失業率又很高 所以這些年輕人通常發現 他的未來是一片茫然 未來一片茫然 然後他是土生土長的比利時人 或是土生土長的法國人 他又融入不了這個社會 可是他又是在那個地方 接受教育長大 然後他又找不到 他自己的未來的方向 所以他們通常都會犯一些小罪 現在把他們的罪擴大 那也是沒有必要的 他們通常都犯了一些小罪 像這個 例如說我們現在看到了 這一次裡面的主謀 就是伊阿姆 目前所能夠掌握到的訊息 這個伊阿姆就是哥哥 這是老大 他們是兄弟對不對 他的弟弟是哈利德 哈利德 是這邊的哈利德 然後他雅姆跟哈利德 他們是差兩歲 一二九歲 一二二七歲 然後這個納吉姆 他們也是都是同一區 都認識的 他24歲 然後他們都是跟阿波戴斯蘭 也都認識 巴黎恐攻的祖賢 是的 他們都是住在 他們沒有住在同一區 可是都是穆斯林都認識 好 在巴黎的恐攻裡面 他們在這個阿波戴斯蘭的住處中 找到了這一些人的DNA跟指紋 所以他們有參加巴黎的恐攻 好 你可以了解 他們是都是認識的 而且也都是到過敘利亞 也被查出來有 也到過伊斯蘭國去接受過訓練 弟弟本身犯什麼罪 就是去偷車子 把玻璃打開 打碎 然後去偷車子 這樣的情形被逮捕 有判刑 哥哥去敲這個 敲這個外匯的那個 對銀子的 對外匯的那個 然後去把他敲 要去偷這個錢 機器 對 然後那個警鈴響了 警察來圍捕 圍捕以後他就逃亡開了車 出去逃亡的時候去撞警車 然後後來也開槍 然後被逮捕 被判9年 對 有住過牢 所以他們有住過牢 好 你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剛開始原來都是犯小罪 都不是很嚴重很嚴重的罪 對 然後但是他們的環境 就是這樣 長大也是這樣 好 那他們關出來了以後 他們很多人 他們有的在監獄中 又認識了一些穆斯林 然後也認識了 有些就接觸到了伊斯蘭國 就被愛是吸引 對 然後他們就跑到了 伊斯蘭國去了 跑到伊斯蘭國 最嚴重的地方是在哪裡 是伊哈姆 伊哈姆在去年的時候 從土耳其要進入敘利亞的時候 被土耳其的警方逮捕了 逮捕了以後 就是說你要進入敘利亞 那你這個是危險的 但是他不是土耳其人 他是比利時人 所以他就把他遣返回比利時 把他遣返回比利時的時候 那麼土耳其也通報了 比利時的情報單位 說這個人試圖要進入敘利亞 所以懷疑他應該是愛死的人 可是這個土耳其坦白說 很糟糕的地方是在於 土耳其理論上講 你應該接受到這麼好的情資 你就應該要去監控這個人 監督他 要監控 結果沒有監控 沒有監控的情況下 他在去年11月就參加了這個 巴黛斯蘭 他們的巴黎的恐攻 你現在看 如果比利時當時有監控的話 今天巴黛的恐攻 搞不好就被破獲了 但是沒有監控 也沒有這次布魯塞爾的問題了 是的 沒有監控的話 他就去參加巴黛的恐攻 巴黛的恐攻之後 阿姆戴斯蘭被人家確認是他 然後他們在進行 圍捕阿姆戴斯蘭的時候 在第一次圍捕他的時候 被他逃脫 可是被他逃脫的時候 就收集到更多的證據 在第二次的時候 阿姆戴斯蘭被抓到了以後 就供出說 他們很有可能會再進行 第二次的恐攻 這樣的情形下 警方的網越收越緊 那就跟我們昨天判斷 是很接近的 因此他們的 他們跟阿姆戴斯蘭有關 但是跟報復行動沒關 因為警網一直在說了 所以他們知道 他們遲早會被逮捕 風聲走漏了 因此他們必須要趕快作案 因為 伊斯蘭國給他們這一些聖戰士 說你只要在歐洲的國家 做一個案子 我就給你5萬歐元 你只要能夠做一個案子 我就給你5萬歐元 100多萬台幣吧 所以你看看 他們就等於是 這個有經濟的來源 缺錢 對 然後如果你陣亡了 你還會被阿拉接走 會到天國去 還會再送你4個處女這樣子 好 那他們就變成是 一方面有現實的錢 二方面他們有未來的盼望這樣子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樣的情形下 你很理解的 當他一直感覺到 越來越緊縮的時候 他就開始挺而走險了 那麼這一次還好 因為比利時本來就是比較 沒有效率的 所以他們叫車子的時候 本來要叫的是大車子 結果派來是一個小車子 所以他們本來是要帶 四箱行李的 有一箱是最大的 結果因為來的時候 是一個小車子 所以那個最大的行李箱 放不上去 所以他們把那個行李箱 就放在他們的公寓 好在沒有上去 最大那一箱對不對 對 如果最大那一箱 帶上去 而且引爆的話 這一次傷害的人就更多了 我們在昨天的時候 我們判斷說 他們的確是要造成 美國人比較多的傷亡 現在訊息出來了 在這一次機場的恐攻裡面 美國人死傷十幾個人 當然現在比利時 他們要把這個事情淡化 所以他們說 死傷有40多個國家 所以不是針對哪一些國 但是不對 因為美國就死傷十幾個人 占大宗 對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就弟弟 不是 弟弟是哈利德 因為伊哈姆去機場的時候 帶的就是納吉姆 他是引爆機場的 對 他們是兩個人去引爆機場 弟弟引爆地鐵的這樣子 對 然後弟弟負責地鐵 然後另外一個身分不明的人 本來傳出說被逮捕了 後來確定沒有 烏龍一箭 現在還在查這個人的身分 所以這兩個人 已經當場死亡了 在查穿灰色衣服的 這個不明人士 弟弟就是控制在 9點10分的時候 到了疏活區那個地方 然後引爆他的那個炸彈 為什麼9點10分 那就是北約那邊的人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歐洲理事會 歐盟的總部 那邊人上班的地方 所以很多官員 在那個地方被炸死 他們現在比例時 要把這個事情要把它淡化 所以他們強調說 是40幾個國家的人受傷 但是我們發現 很多人是要前往美國的 那麼美國的官員跟他們的家屬 被打死的大概有 死傷的有10幾個人 歐盟的官員也有很多人死傷 所以我們就可以判斷說 原來昨天我們的推斷裡面 那麼目前越來越多的資料 證明說我們的推斷 基本上來講是沒有發生錯誤